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们来做派黄瓜 我用的是这种小黄瓜 它的皮比较薄 个头也小,里头的黄瓜籽也很小 而且口感比较脆 洗干净,去掉两头 直接拍 把黄瓜芯拍散 但是,你不要把它拍到完全断开 然后切长菱形 我不把它拍到断开 切出来的黄瓜条形状完整 也不会有很多黄瓜的小碎块 拍散的黄瓜芯,还可以吸收很多调料的汁水 放盐 先腌几分钟入味 如果你买的黄瓜皮比较厚 可以用刮刀刮去一部分皮 切开看看里面 这个黄瓜的籽不算大 你可以留着 如果黄瓜籽比较大的话 可以像这样刮掉 不过用那样的黄瓜的话 口感会打折扣 用一个石臼,把蒜捣碎 捣碎的蒜是成泥状的 它比较容易附着在黄瓜表面 吃到嘴里蒜味会很足 要不然这个菜也叫蒜泥黄瓜 如果是用刀把蒜切小颗粒 它不容易挂在黄瓜上面 你吃完黄瓜 你会发现有一盘子底的小蒜粒 你可以用压蒜器 或者一个小炒碗 加一个擀面杖 把蒜捣碎 也很方便 几分钟之后 黄瓜腌好了 它会出一点水 把水倒掉 然后调味 排黄瓜最主要的一个味道 就是蒜味 而夏季开胃小菜 少不了酸和辣的味道 一大勺醋 和一勺辣椒油 加一点糖 来平衡它们的味道 生抽增加它的鲜味 点一点香油 增加它的香味 拌匀就可以装盘了 夏季里最家常的一道凉菜 它简单便捷 没有繁琐的步骤 它味道熟悉 没有蓬杂的调料 但是呢 就是这几样简单加常的调料 和黄瓜本身脆爽香甜的口感 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高姐 我们下集再见